好了,再来我们就看第一课的单字跟片语 高中之后呢,你们的单字片语量会变多 那重点记得放在每一个单字各种的词类变化 各种的词类变化哦 还有一字多语跟惯用语的用法 这个一定要会 好了,我们就看第一个单字呢 叫Memorable 从这个字呢,其实你已经学到很多很多相关的用法 譬如说,它是从memory来的 它是回忆 那回忆呢,第二个名词你一定要记得哦 因为它一字多语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这里写C 就是回忆记忆,它可数 这个就是可数,所以可以加S 那如果它写U,指的就是不可数 那因为你记性啦,因为它就是一个统称嘛 所以它就不能加S 这个是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本来是memory 那去歪加上IZE 一个原则哦,你们也可以去买那种被字跟字首的书 去歪加IZE 通常有IZE都是动词 所以你会发现第一个呢 Memory是名词 Memorize就变成动词 那加上ABLE就是能够嘛 所以ABLE比ABLE TO 所以为什么会Memory 然后加上ABLE就是可以让你记得的 可以让你回忆的 所以我们翻译的语意呢就翻成难忘的 那因为你们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了一个单字 就是Unforgettable 也就是这个字 那记得两个T就好 因为它就是很难忘的嘛 你才会有记忆点啊 所以有人记得是好的 有人记得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第一个单字呢叫Memorable 就是难忘的 好那我们就往下咯 例句中文那个中文意思都在绿色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想办法放大一点再看 So I think Amazing Quats and Beaches 记得哦 ING就是形容物 大部分是形容物 ED通常是形容人 所以这个让令人赞叹的白色沙滩 Friendly people 友善的人 And Delicious Food 这些东西Made 好第二个呢 这个Made上了高中年还会学到的是什么 它呢后面通常会加个寿格 加个补语 那所谓的补语呢 可以是形容词 可以是名词 所以它让他们这一趟的旅行 所以来第二个 这个叫寿格 就是我们去泰国的这个寿格 后面这个OC 我就帮你写个OC 因为你们上之后会上到 所以的OC就是补充说明 寿格的状态 或是寿格的身份 那它这趟去泰国的旅行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Truly Memorable 好第二个这个Truly的L-Y 我们也顺便复习一下 副词一定修饰形容词 所以如果你一下子忘记 你可以譬如说 Really Handsome Very Beautiful 所以Very Really这种副词嘛 修饰的就是后面的形容词 好这是第一个哦 那再来Memorize 刚刚说的嘛 加I-Z-E通常是动词 好来第二个 来把Nancy's good at 来把这个good at的下面呢 写个poor poor at或是poor in 逗人用 所以一个很厉害 一个不厉害啦 所以它呢 对于呢 记这种texts 那时候的texts呢 可以是课文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文字讯息 texting的嘛 文字讯息 那这个within的语意哦 它是一个介绍词 就是在什么什么什么之内 所以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就是短时间之内 它可以记大量的 或是很多的课文 but she usually forgets them after a few days 好这个a few再记一下哦 a few跟few不一样哦 a few的话是some few是否定的 就记得快忘的也快啦 那因为我们有英式拼法 跟美式拼法嘛 所以通常呢 如果你比较觉得 看起来比较眼熟的 大概就是美语 比较不熟的 就是英语 好这是第二个 memorize 好再来memory呢 是名词 所以它 Lennie's visit to 这个visit to呢 就是去哪里的参观啊 拜访这件事情 brought back childhood memory 好这个brought back 就是唤起 就是唤醒 也就是你们 到时候 后面有一个单词叫recall 唤醒了一个人的回忆 所以呢 唤醒了他儿时的回忆 那第二个语意呢 它叫做记忆力 或是记性 所以如果你记忆力很好 当然就是has a good memory 记忆力不好 你当然用bad的或是poor都行啦 所以他的记忆力很强 she can remember most of her best friend's phone numbers 天哪 这个应该是很强哦 因为对数字很厉害 通常有一种特殊疾病的人 不能讲不好 可是我觉得 可能他会被贴上标签 也很可怜 就是那个亚斯伯格 他们对数字超厉害 好了 第二个来了 7 year old kid 记得这个是复合形容词吗 所以记得s写上去 打叉叉 不行哦 形容词没有复数 所以这个七岁大的小男生 小朋友 could tell the whole story from memory 好了 画片语 叫from memory 就从记忆当中 凭记忆啊 他可以说出整个故事 without looking at the page even once once呢 就是一次 一次哦 所以这里翻成一次 连看都不用看 好 就第一个单字 再来第二个单字呢 刚刚我们在上课文的所有讲到 就是reply 那reply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名词 动词是回答 名词也是回答 那差别在哪 一个是可以加s 各式各样的回复吗 第二个可以加ed so the question was really hard 这个问题太难了 so Dylan thought for several seconds 他想了好几秒 before he made a reply to 把这个made a reply to 就是对谁 说出他的回答 这个to嘛 就对谁 好 可是第二个呢 in reply to 就是回复了 这里就叫做回复 回复你的 关于呢 我健康的问题 I'm feeling much better 好 再来把这个much呢 我顺便复习一个东西 来你写个far 写个even 写个a little 写个a lot 当然你有很多 我现在随便写几个 a little a lot 这些记得 甚至even 好 国中学到的是even啦 much跟even嘛 所以我觉得好多啦 I feel much better even better far better 记得后面都接 比较急 好 那第二个动词 Bread has the habit of 他有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呢 就是replying to 就是对什么东西 做出回复嘛 every email right after 所谓的right after 就是as soon as 他一收到 一看到 他马上就会回复了 好 第二个 the singer reply reply let 来把这个let的括号 他回复了那一件事情 就是he had nothing to say about his family problem 对于他家庭的问题 paisé no comments 就是无可奉告 好 再来第三个单字 你们课文有写到嘛 就是他在上线上课程的时候 阿嬷不是进到 那个房间 然后刚说 诶你来试我的那个牛肉面啊 那叫也有at 就是大叫的意思 也可以是shout 在这边 也可以是shout OK哦 那如果你是害怕 就用scream了啦 所以 one neighbor called the police 来画个片语 叫the police 它是一个名词片语 是警方哦 它是警方 是一堆人哦 那because后面呢 它接的是一个子句 所以你有主词 你有动词 那为什么他用was yelling at 因为他当时正在发声 所以呢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甚至你可以这样子写 at midnight 它就是强调半夜 所以呢 他们现在我们的法规啦 是十点过后 如果你超过六十分贝 你就要被罚款了 所以要小心哦 所以at midnight 这就是半夜的时候 好 那第四个呢 叫perfect perfect是名词 可是如果你今天讲说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是因为mix后面 可以接形容词嘛 所以第一个这个就是熟能生巧 那例句给你的是 John was very careful with 好来把careful with 这个with圈起来 对于什么事情 他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小心 听说啦 车子都是男生的小三 还不是女生哦 是车子哦 所以他们不喜欢女生 在车上可能吃盐竹鸡啊 吃榴莲啊 哦这个真的就太过分了 所以他呢 对于车子呢 非常的小心 so it was still in perfect condition 其实是因为condition的关系 他的状态呢 保持得很好 after five years of youth 在使用了五年之后 还是非常的完美 那记得有个字叫perfection 就是他的名词 好 也可以叫perfectionism 就是完美主义 我就不写了 perfectionism 好 再来第五个单词呢 叫essentially 有人念essentially 有人念essentially 好 不管 记得就是by chance 或是by mistake by chance是意外的 倒不是不好 可是by mistake呢 通常是不好的结果 所以这两个中文都是 出乎意料之外啦 所以sheila essentially spilled the coffee on 好啦 把这个spill 换一下就是撒 他把不小心呢 把咖啡撒 在他的新的洋装上了 and it left 把left写给遗留 不是离开 所以这个咖啡渣呢 咖啡的那个 这个印记啦 mark 留了这个咖啡的那个屋子 好 那第二个呢 exitant就是意外 所以the horrible car accident took the lives 好 这个lives呢 不是生活 这里翻成的是生命 生命可以数 生命可以数哦 所以去掉fe 加上ves 所以夺去了几个小朋友的生命 好 那absentual呢 就是意外 意料之外的 所以ly去掉嘛 所以形容词 加ly 记懂哦 形容词 加ly 就会大部分都是变成 所谓的副词 那可是 如果是名词 加ly 那就再也不是副词咯 所以你们学到了friendly lovely 记得 它是形容词 这是最大的不同 好 所以an instant wrong turn 这个turn呢 就是转弯 所以一个意料之外的 意外不小心提早转啊 或者是太慢转弯呢 let us to 就是引导了我们 去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beautiful un discovered beach 就是没有人发现的 未经探索的 好 再来第六个单词呢 叫failure 那这个字其实是从fail这个字来的 fail fail呢 当动词是失败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的一件事情 叫fail to 可以哦 可是第二个到了高中哦 其实大家最怕的是be failed 就是be flunked 因为fail的语意就是不及格 简单来说 它也可以翻成不及格 失败了嘛 你就是不及格啦 所以57分以下 你大概就是要补考了 再来接下来就要重补修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38分 37分 连补考的机会都没有哦 so the meeting was a total failure since since写个for 不是自从哦 因为它不是haves加pp嘛 since写个for 或者是because 因为 nothing was decided at all 这个not at all 就是一点也不 一点也没有 完全没有 啥都没有决定 表示这个会议白开了啦 好 可是如果是because of 就结名词了 so because of terrible weather 因为天气太糟了 the team's plan to have a picnic 这个have a picnic 可以等于go on go on a picnic 啊记得等于go picnicking p i c n i c k i n g 所以它是野餐 anded in failure 那这个in failure 就最后啦 以失败告终 好 再来第七个单词呢 叫recall 刚刚有写哦 recall的人 of一件事 你就是of啦 它简单地说就是of 就是想起 Ivan's grandmother recallette 它想起了那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she 这是主词 marry 这是嫁 或者是取都是 所以他嫁给了the most handsome man in town at twenty 他在二十岁的时候 哇 真早啊 二十岁的时候 就嫁给了镇上最帅的男人 所以你要记得高富帅嘛 啊女生就是白富美嘛 所以呢 如果有机会 当然就是从此过着 幸福快乐的生活不错 好 再来 那recall remember 跟memorize 中文都有 脑跟脑袋有关 那因为这个地方呢 我就不特别讲 你们到时候按影片的时候 自己按暂停 自己看一下 那因为recall呢 我就说嘛 上了高中 你要学的是一些惯用语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 你就不要问我说 为什么那个字不可以写remember 为什么那个字 一定要用什么什么 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个 是惯用语的概念 所以比如说 if I recall correctly 这个就记得 它是一个惯用语 然后recall的第二个意思在这 就是如果你的东西 像特斯拉之前 不是发生问题吗 他们就全部把它召回 因为它毕竟是有状况的 有回损的 那第二个 它当名词 它其实可以当名词 可是就不是memory 那个字 因为它不可数 所以recall可以当名词 好 没问题 你自己按暂停 再来下面 第八个单字呢 高中最最做的就这个啦 叫presentation 你们已经做完报告了 所以应该OK 那这个字呢 你要听怎么念 因为你念present 跟念present 是不一样的 它当动词念present present哦 所以它可以翻成提交 可以翻成赠送 那你如果念是present 就是形容词啦 可以是形容词 它当然是礼物嘛 可以 所以当present的相反 可以了 所以它也可以是有出席的 那因为它是缺席 缺席就叫absent 没错嘛 那at present time呢 就是这个当今啦 这个当下 所以它有蛮多蛮多意思 你要自己记一下 它的那个词性 所以at present time at present 就是now 就是now的意思 好 那么就看第一个咯 所以each student must give a presentation on 这个呢presentation on 这个on呢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主题 每个人呢 都要针对一部电影 去做一个报告 at the end of呢 就是在什么什么结束的时候 所以这个学习结束 每个人都交一部电影的报告 所以这阵子 最常看的应该是 金刚那一部吧 不过因为它就是商业片啦 你们如果真的要看 应该可以看 沙丘二 我觉得还不错 可是虽然我也看不太懂 我看第一部的时候 就已经看不懂了 不过因为 毕竟男主角帅嘛 天菜 所以应该 你们如果喜欢看这种的 可以去看 好 那当动词呢 叫提交 所以hana is going to present her report to 好 来把这个present to 就是交给谁 简单的说是交给谁 好 就快速带过咯 然后第三个Michelle Present her best friend with 刚刚不写了吗 特征掌向配件工具嘛 所以她用了一个东西 来呈现 来赠送 所以她用花 来赠送 或者是授予 给了她最好的朋友 好 再来第九个单字呢 叫skip 要记得就是重复p加ed 重复p加ng就好了 所以她可以参加翘克的翘 可以翻成故意跳过 反正就是不做了 so I don't usually skip class 来把skip class写下 就是翘克 缺克 because I like I don't want to fall behind 来把fall behind呢 写个落后 我偷懒哦 因为这里有落后 好 那第二个呢 她翻成跳过 或者是掠过 所以James was running out of 来把这个running out of 就是用光 简单的说就用完了 她时间快用完了哦 用光 或者是用完了 so he skipped the last part of his talk 所以她最后一段 她就不讲了 就跳过了 第二个 来把Paul skipped to the second patch 好 记得哦 她是直接跳到哦 她是 她就是跳过第一页 跳过第一页 所以skip to 就是直接跳到哪一页 她跳到杂志的第二页 because the first page wasn't very interesting 她觉得第一页不有趣啊 那你们照收做报告 可以的话 当然浓缩浓缩再浓缩 不要让人家 看着你所有的文字 到厅里面 不用 简报字要少 然后记得你讲的要多 好 再来第十个单字呢 叫做roo in 那roo in呢 你通常可以加s 我现在这边啊 这里有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片语 就是它 叫inrooins 我先讲这个 也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片语 因为你太多太多 坏掉的地方 坏掉的东西 所以它也可以翻成废墟 也可以翻成遗址 那当动词 因为就是破坏嘛 所以来看第一句咯 Mandy's schedule was suddenly ruined 就被破坏掉了 When a big wave splashed onto it 这个onto你们刚刚课文有上到吗 就是上方 所以splash就是破 就是拍打 所以sand castle呢 就是它的沙雕 它的沙堡 突然呢就坏掉了 就是因为一阵浪打过来 就没了 那当名词的时候呢 就是破坏了这个行为 所以many temples churches and libraries 就是很多的寺庙啦 教堂啦 甚至图书馆啦 fail into ruin 这个要画起来哦 为什么没有加S 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的 就是破坏的行为 好 就在1966年到1976年的时候呢 这一段时间就很多地方都破坏掉了 好 再来第十一个 这个我就快速带过咯 ed你先写个人 义似 这是第一个 然后ing呢 通常啦 通常是东西义似 东西义似 那你可以是embarrassed about 你可以是embarrassed by 一个物 你对于什么事情感到很尴尬啊 因为什么事情感到尴尬嘛 可以这样 那embarrassing通常是to 一个人 to一个人哦 那当动词的时候一定是事物 大部分都是事物 embarrassed 人 好 我要讲的是第四个 因为高中比较常考的是 to someone's embarrassment 一定要这样子写哦 它是一个情绪动词嘛 所以这一种呢 类似的什么 surprised interest tardness worries 是embarrassment 这种它都会加个to 就是令某人感到什么的状态式 所以我要讲的是第四点 前三个我就都不特别说了 所以to davis embarrassment 你们的考卷一定会考这个 让他很尴尬的事情是 he found that 他发现了这件事情发生了 哪一件事情 he was wearing his t-shirt inside out 就是穿反的啦 里面跑到外面 外面跑到里面嘛 所以就简单的说就穿反了 所以要背的就是他的名词 叫embarrassment 好 再来第十二个单词呢 一样哦 depress加ed 通常是人 意思 因为这个通常是人的感觉 那你depress呢 可以是事情 depress人 当然也可以是人 让人怎么样嘛 不过通常啦 通常是事情 让这个人怎么样 所以呢 depression 加ion 就变名词哦 除了是沮丧 除了是消沉之外 你要写的是这个 我先讲这个 叫做忧郁症 忧郁症 那我们通常忧郁症 就是suffer from 用这个片语 好 那我们就看到了 来下面第一个 Emilia Failed deeply 好 deeply 修饰了 就是这个状态啦 他的忧郁 沮丧的情绪 是非常深沉的 After his smartphone was stolen 所以他手机 你们应该也会哦 手机没在 生病一分钟 应该开始就是 心跳加速啦 手心冒汗啦 然后开始觉得 焦躁不安啊 这个就是 手机成瘾了 所以他更何况 手机是被偷了 那应该快抓狂了吧 好来第二个 The southern death of her pet Goldfish 他养了一只金鱼 那是他的宠物嘛 突然死掉之后呢 Really depressed Cindy 有发现吗 一定是事物 让某人沮丧 好 第三个 Depression I have a long period of depression 这个就不好咯 这个长期这样 是不好的哦 所以Depression呢 就是他很 他的沮丧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沮丧 最后呢 好不容易啦 就是又找到了 开心的事情 那Upset跟Depress呢 在这 先看一下 Upset跟Depress 有两个不太一样 Upset比较强调是难过 或者是生气 那Depress的难过程度 比Upset大很多 而且他通常 他是强调 不是那么的生气 他反而强调是那种 情绪低落的概念 比较多 好没问题的话 这样可以哦 再来我要讲的是 这一个叫Depression 因为这阵子 通货膨胀的关系 所以你们反而要知道 他的第四个意思 经济衰退 萧条 不景气 不景气哦 所以通常他会搭配的是 这个形容词 叫Economic Depression 就是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啦 或者是通膨 好 再来第十三个单词 刚刚有写到吗 Upset跟Depress的不一样 反而一样 他的三态 永远都长这样 Saysay啦 KaKaKa啦 HardHard 三态都一样 You shouldn't speak to your parents In 好来把In 刚刚课文也有写到 颜色穿着语言 方法 所以什么叫Implied Way 就是不要用一种 没有礼貌的方式 Sings 好把Sings呢 一样写个Because 这里翻成因为哦 因为呢 因为毕竟哦 不要说你们会受伤啦 你的爸爸妈妈 其实有时候 你无心的一句话 他可能就听进去了 他不要动不动就甩门 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你的爸爸妈妈 也可能会更抓狂 所以因为呢 Could Upset Lens 你的这些行为 或者是你讲话太直了 真的有时候会伤到他们 不过勇敢的say sorry 如果你真的情绪缓和了 你忽然发现你当下的 讲的话真的有点过分了 勇敢的去say sorry 你的爸爸妈妈应该会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勇敢 好了 把Upset当形容词 难过的啦 沮丧的啦 所以呢这个Deeply Upset Deeply Depressed 都一样 他没有赢得First Place 他把First Place的下面写个First Prize 一样就是名次 你得到第一名哦 他会发现他没有加勒 当名词的时候 当名次啊 不是名次 当名次的时候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前面不用加勒 好 那Upset除了难过沮丧之外呢 我要讲的是这个 他叫做肠胃不适 形容词也是 就是肠胃不适的 所以Head and Upset Stomach 不是你的胃非常的沮丧 没有 就是你的胃呢不舒服 所以有一个例句 对不起 有一个片语 叫have a butterfly 你的胃里面有蝴蝶 那个是因为你的紧张 所以你的蝴蝶里面呢 蝴蝶在你的胃里面飞嘛 have a butterfly in one's stomach 这个就是这个人 也是因为紧张的关系 Stomach我就不写了 in one's stomach 可是如果讲说 他的喉咙里面有一只青蛙 have a frog in one's throat 就是他的声音沙哑 所以他也有特殊规定要用的动词 名词 特殊的字 那个要记起来 好再来第十四个单词呢 叫reflect 那reflect要记的是 一定要记住哦 他对什么事情要反省 叫reflect on reflect on 那第二个呢 spend后面一定加安居 是因为他省略了一个印 昂加名词 印加安居 所以他一直在认真思考也好啦 反省也好啦 沉思也好啦 他一直在想要大学的选择 那你现在应该没什么好纠结了啦 反正如果既然要念高中了 就认真的把成绩三年念熟 那记得七千字 无论如何 一定要在两年半 不对 两年之内 给他把七千字背首 因为你最后的半年 就要快速再增加一些额外的单字 台震情交成 一万字跑不掉啦 好来第二个 the lake was calm and reflected 好来把这个calm写个形容词 也可以是动词哦 so calm down 冷静冷静 那这里就不能翻冷静啦 这里翻成很平静 就是这个湖面呢 非常的steal 很平稳的 when he looked down at the water 所以他看到湖面呢 印出了他的脸 那名词呢 你的反射嘛 你的反射的东西影像 所以reflection呢 就是你的影像 the funny little dog start barking 好来把barking记得哦 一定是barking at 那你狂吠的那个动作嘛 他用wildly 真的厉害了吗 很狂野的 然后呢 it's own reflection in the mirror 所以他镜子里面看到自己 那个人怎么长得跟我那么像 太可恶了 长得那么丑 就开始一直叫 所以呢 这个也蛮好笑的 好再来15个单词呢 叫remind 在这里 remind人of一件事 记得是remind人of哦 所以呢 Mr. Chen remind her students of 转弯 of 所以要检查作业的重要性 那你们家里 如果你跟你爸爸妈妈 并不是这么长碰面 有时候他们为了要跟你联系啊 提醒你事情 冰箱上面贴的那一张纸 就叫做reminder 就是提醒你什么事情 有没有 他也可以加e啊 那加了e啊 大概就是唤醒提醒某人的东西 东西比较多 好再来16个单词呢 叫realize 其实这个字哦 你先知道real R-E-A-L 这是真的吗 那我们刚刚说了 第一个单词不是有memorize吗 加上的I-Z-E 就是让这个东西变成真的 使它变成真的 那东西变成真的呢 就变成翻成实现 你实现你的愿望嘛 你的梦想成真啊 所以就翻成实现你的梦想 那第二个呢 它的语义呢 比较像是understand 它就是比较很清楚的了解了 所以第一个 Math suddenly realized let 把let的括号 the time on his watch was wrong 发现他手表的时间是错的 and let 好啊第二个let不能省哦 第一个let你可以打叉叉 这个高中你们会有一颗在上 你连接两个名词子句的时候的 第一个let可以省 因为它是跟在动词后面 所以你很清楚知道 哦原来这就是你要修饰的名词子句 这件事情嘛 可是第二个let呢 因为离了你的动词有点远了 所以第二个let呢 记得它不可省 一定要留着 第二个的let呢 也是名词子句 可是它不能省 记得哦 第一个let可以 第二个就不行了 那我们刚刚说的啊 我们的拼法 如果你觉得听起来 好像看起来比较眼熟的 大概就是美语 比较不熟的 大概就是英语 那它的那个realization 记得哦 把它去一加上atln 就变成实现了这个行为 行为这件事啦 啊当然也是你的成就 你实现了嘛 当然就得到你的成就 所以the young man finally realized her dream 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了 那这个梦想是什么的梦想 所以oh visiting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by herself 它超强 它实现了它亲自一个人 造访世界各个国家的梦想 好那realize跟understand呢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一样按影片暂停 我就不浪费时间讲了 这两个自己记一下 所以你要实现某人的目标 实现某人的梦想 实现某人的什么什么什么 记得用realize 因为它就是make something real 好再来第17个单子呢 叫traditional 那就是从tradition来的啊 不过又有一个字也叫做传统啦 所以到时候你们下面右下角 这里有一个东西 好两个都是传统 两个 因为有一个是约定俗成 一种叫约定俗成 一种是长久延习下来 这个一个是长久延习 这个叫traditional 约定俗成叫conventional 可是说真的哦 这两个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 都会都有人通用了啦 那你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分得很清楚 你再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 所以第一个traditional就是你的传统 好那Bella visit in Moscow for several years and can cook several traditional 传统的墨西哥菜肴 好第二个来的traditional 那这就算传统了吧 就是给红包这件事情 好像已经是长久延习下来的了嘛 所以它就变成你的传统 可是第二个呢 要背的是这个片语 叫by tradition 根据什么什么的传统 根据哦什么什么的传统 好这个例句我就不讲了 嘿 再来第18个单字呢 叫fortunately 来写个代语luckily 就是幸运的 那当然你的fortune呢 第二个意思你可以写一下哈 所以它当形容词 ly去掉 当然就变成形容词 就是幸运的 所以它fortunately 修饰的就是整个句子 不过这里的feel比较强调 是少到快没有了啦 真的很少 几乎很少 通常其实它也是否定 所以呢 少数的人 got hurt 或是were hurt 这是第一个 好第二个呢 这个fortunate 就等于lucky 有些形容词嘛 所以它就等于lucky 所以我们很幸运的这件事情 这一个 可是第三个呢 fortune呢 它的 写个fortune哦 它除了是命运之外 你写个财富 make a fortune 我们通常用make这个字 叫make a fortune 就是你发大财 财富 make a fortune哦 可以 那fortune本身当名词之外 你可以写个等于fate 只是你要知道 就是那个算命师啦 叫fortune tailor 就是告诉你命运的人 叫fortune tailor 你的男左女右啊 你的首相啦 然后什么 看你这辈子 长命百岁啦 大富大贵啦 so I firmly believe that I'm in charge of 这个in charge of 就是负责 我坚信我呢 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句的语义啦 所以make a fortune 就是发大财 fortune tailor呢 就是算命师 这个要自己记得哦 因为fortune它除了命运之外 还有一个财富 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到这一个嘛 fortune嘛 所以叫a stroke of good fortune 什么意思 意外的好运 意外的哦 好 再来 那我们就看片语了 片语不多 七个吧 来 第一个 loresl 就是剩余的 剩下的 不过rest呢 因为它比较强调的 也可以是休息 所以你可以讲说 哦 我休息一下 长一点 叫take a rest 你如果下课十分钟 当然就take a break 所以rest这个字呢 可以当名词 是休息 当动词 也是休息 所以我们讲如果发现有一个人啊 去世了 我们通常都讲啊 rip 有没有 rip 就是愿亡者安息嘛 那所谓的rip 就是这三个字 叫rest in peace rest in peace 就是叫你不要太悲伤啦 ok哦 那loresl呢 就是剩余的 好 那我们往下 可以了吗 所以第一个这个loresl 他还不错哦 他吃了几口 就把剩下的蛋糕给他妹妹了 那第二个imperson呢 就等于personally 你可以这样写 等于person no嘛 就个人的 然后再加上ly 也是个人 也是亲自啦 也翻成亲自 好 再来往下 第三个 等一下哦 来把instello这个片语 写个ratherland 而非 instello跟ratherland都一样哦 只是ratherland 我们通常会接个比较急 而非啊 通常会有个比较急嘛 instello也翻成而非啦 好 再来第三个 也有记得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一定要加l why 因为修饰这个take这个字 好啦 所以 archie loves making fun of 来把这个making fun of 就是取笑 这个就不好了哦 所以三种朋友不要交 一种叫你去做危险的 啊你不做 你就是那个胆小鬼 这种不好 第二个呢 就是取笑别人 诶 啊你那个鞋子 怎么那么烂啊 我的一双都多少 这种也不要交 因为这种人 通常其实是没什么自信心 他才会拿那个金钱啊 或者是什么名牌啊 来强调自己的那个 厉害的地方 那第三种呢 就是会一直讲你很烂的人 这种朋友也不要交 因为真正的朋友 应该是要鼓励你 不会是一直在那边嘲笑你 或者是跟你比 把你压下去的那一种 好 再来第四个 let somebody down呢 记得哦 他就是让某人没有 fail to meet one's expectations 他没有达到某人的期待 没有达到某人的要求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 就是失望了啦 好 再来下面 下面第五个单字 来第五个单字呢 写个等于insure 我都快速带过 嘿 就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 e n s u r e 好 来 所以please make sure let 那因为make sure后面呢 可以加个off 可以加个let 那off加名词 let的接字句 好 第二个 speed limit 记得我们像我们学校外面 大概就40吧 所以你不要超速咯 所以go over the speed 就是超速 好 再来第六个呢 叫put something first 也可以用firstly啦 不过我们的习惯 就是把什么放在第一嘛 第一叫做the first 第二叫the second 所以most parents put their children's needs first 通常会把小朋友的需求 放在第一 所以你吃饱比较重要 他们没吃就算了 好 再来第七个单字呢 叫dress up in 重点要帮我加个in上去 其实重点在这个in 那in是接穿着 us呢 接的是一个身份 譬如说半成蜘蛛人啊 扮成闪电侠啦 那in是接你的穿着 us是接你的身份 好 这一刻就到这边 ok了 那我就按保留 结束